在雲端白板上面,所以在110這個資料夾裡面 剛剛有更新過了,所以你們剛剛在雲端白板上面找到110 以後的話每一題的答案都在上面 那包含介面設計,怎麼做設計,這邊都有 你就照這個訊息去跑每一個,那這個是變化題 就是說呢,可能將來他會改一些題目 那改哪些題目呢?就是說呢,會希望你在下面 在產生兩個東西,一個是請再輸入一次密碼 然後底下有個密碼比對,當我按一下密碼比對的時候 要能夠跳出其他訊息,所以要怎麼樣去新增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等一下,那這個是原來的 那相關的一些動作都在這邊做設定 特別注意,我們剛剛那個請輸入密碼的時候是自己打上去的 不過題目裡面好像有提到就是說,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要從自傳自願檔裡面取得 自傳自願檔,就是tree裡面去取得我們輸入的那個詞 所以請輸入密碼部分呢,你不能夠自己打上去 因為如果你自己打上去的話呢,會產生一個錯誤,一個警告訊息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就是說呢,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右下角,會有一個驚嘆號 那這個驚嘆號呢,意思就是說,你是自己打上去的 那它就會給你一個驚嘆號 如果你要讓驚嘆號消失的話,請你把它放在自傳自願檔裡面 那自傳自願檔在哪裡呢?特別注意喔 它的位置呢,就是在這一個,這個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不是有個string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string,string是裡面 那我們如何把它放自傳自願,特別注意喔 點兩下打開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這邊有個string1 就是請輸入密碼,string2是什麼呢? 這個請輸入密碼,也是一樣請輸入密碼 顯示密碼,所以有三個對不對? 那這三個東西,我們就可以讓它顯示 就是讓它顯示在那個畫面上面 那怎麼做?特別說,我看一下這個應該是預設就有了 如果預設沒有的話,你要自己加上去 那加的方式也非常簡單,你就add一個 給它一個什麼呢?給它一個string 比如說,我如果有第四個自傳的話 那我的名稱的話就是3,就是str4好了 然後它是一個key跟value key跟value,比如說第四你要輸入一些東西給它 最後套用過來,點一下這邊 就會有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 那你會想說,那為什麼要做這些動作呢? 基本上,如果說你的自傳自願檔獨立出來之後 其實它將來可以做什麼呢?可以做多國語氣 也就是說呢,如果說我今天呢,預設一個 比如說繁體中文,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add一個new translation,比如說英文版的話 那如果英文的環境的使用者 它就可以怎麼樣呢?它可以選,比如說它是EN 那我們可以比如說EN好了 EN,那哪一國家?any 所有的英語系國家好了 那如果說它的translation 它看到請輸入密碼,它一定看不懂 那你要給它一個什麼?一個翻譯 你就把翻譯打上去 打上去,打上去,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建一個什麼?建一個values 後面會有一個那個國家的國碼 那以後的話呢,只要英語系國家的user 進到你的app的話 它看到的是英文畫面,它看得懂 也就是說,將來你開發一個app的話 千萬不要只有繁中 因為繁中的話,能下載的國家有限嘛 大概就台灣跟香港嘛 那其他沒有了 所以呢,你的市場很有限 那如果說你要擴大市場的話 記得要多國語系 那建得方,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開個頭,你們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 上方有一個什麼呢?一個像地球的形狀 裡面有一個add new translation 那相關訊息,我想可以看 參考坊間的書籍 坊間的書籍不見得有講到 你要翻一下 真的,不是每一本書都講得很詳細 你看一下 OK,那其實也不難 你可以稍微try一下 或者到YouTube上面打一個多國語系 空一個enjoy 應該可以找到我以前的教學 OK,好,也是一個方法 我講了很多在別的課程裡面 好,所以呢,這裡的話呢,請各位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呢?改這個 改這邊把它改成str1 它一樣會顯示 有沒有,這個時候它從這邊 那顯示出來,結果一模一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右下角,驚灘耳,不見了對不對? 有沒有 然後再來,請輸入帳號 請輸入密碼 那這個地方是str2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它驚灘耳也不見了 那如果說你這邊建了一個translation 有沒有,如果你把它切換到英語系國家 它就會變英文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可以使用 啊,底下這邊有個什麼 顯示密碼 這邊要有個訊息 那特別注意哦 底下,因為題目裡面沒有要求 但是你還是要做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是什麼呢?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不是在hints屬性 是在哪一個屬性呢? 在test屬性 要去連結到哪一個呢? 連結到str3 按確定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要顯示密碼 它的屬性哦 一定是在哪一個? 在test 上面兩個是在hints裡面 OK,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把它save一下 就完成了那個多 就是自傳支援檔全取的動作了 OK,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要做一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呢? 就是再加上什麼? 在云端版本上面有秀哦 就是加上 請再次輸入密碼 跟密碼比對 這兩個元件 那怎麼加? 那名稱就是mPasswordC 跟btnCheck 所以呢,我們加的方式的話呢 就直接怎麼樣? 從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從 Fill 這邊有個test fill 裡面的話有個password 把它拖拉過來 放開 放開之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那可是訊息部分是要什麼? 請再次輸入密碼 OK 然後底下要加一個什麼? button 在上面這邊 拖拉過來 那上面要顯示什麼? 密碼比對 所以呢,我要怎麼去變更上面的訊息 那變更上面訊息之前的話 先按右鍵 先把他的ID 一下 這個名稱我們叫做什麼? 叫mPasswordC 名稱的話就是 可以把這個有沒有 加個C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改按右鍵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叫做 BTN BTN Check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名稱就改了 那 上面 那個ID就改了 ID 特別是一定要改 第二個的話 上面顯示的東西 那我們需要什麼? 兩個自串支援檔 那特別注意 你不要直接打在那個 我們的Hint裡面 要從哪裡呢? 從String裡面 增加兩個自串 一個自串的話 就是這一個 假設SDR4 請再次輸入密碼 好 那我看一下 把這邊 他這個貼上有問題喔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 再次 一個String 這個是密碼比對 最後這邊點一下 OK 所以4就是請再次輸入密碼 5的話呢 就是密碼比對 最後記得要Safe 一定要Safe Safe完之後呢 你再切回到介面 那我們一樣把這個套用上去 點這邊一下 這邊顯示什麼 請這邊點一下 然後 STR4按確定 那這邊底下的話呢 點一下 在他的哪一個人 這邊是 特別注意是Button的那個 Button是Test Test屬性 點下去的話 STR5 按一個確定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把它Safe 記得最後一定要全部儲存 就完成了 我們的那個 畫面的設定 這個是變化題部分 特別是 將來你們可能會看到一個變化題 那這個變化題 還要寫一個程式 寫什麼程式呢 當你再次輸入密碼的時候 它要你怎麼樣 上面跟下面比對一下 如果兩個一樣的話 那跳出密碼相同 反之密碼錯誤等等的訊息 OK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各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的畫面 試試看 把那個 我們的介面上面 第一個把它改成 自串支援檔 就是String裡面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再改那個 再增加兩個 元件 一個是 AdTest 一個是Button